欢迎收看僵尸末日生存指南 今天我们继续来火烧大酒店 距离火烧已经过去了很久 很多朋友可以看到地面上充满着丧尸的骨灰 我们进入停炒可以发现 火基本上快灭了 已经着的差不多了 本来想进入丧尸 把我们的火势再搞得猛烈一点 结果四面八方还是源源不断的有丧尸再过来 之前那辆车的位置 所有的丧尸均已经被歼灭 全部变成了丧尸粉 这下应该没有多少丧尸了吧 咱们打开地图可以看到 广场上面都是丧尸 酒店里面还是那么多的丧尸 我们歼灭了这么多 却是杯水车系 可能我们的车离酒店位置太近了 越来越多的丧尸冲出包围 把我们的车包了起来 只能加大马力 在丧尸还没有把我们彻底包围起来 咱们看看能不能冲出去了 车头位置的丧尸也逐渐的汇集了过来 咱们只能一路摆动车头 撞击左右的丧尸 使丧尸不要把我们包围 好在成功冲出丑围 实在是太难了 可是就在这一时间 我们的车胎耐久到了 爆胎了 没法走了 干脆下车夺命狂奔 头也不回的直奔我们家去 那么这里的丧尸既然没法清除 我们干脆一把火烧了它 以绝后患 可是这样却打开了封印丧尸的魔盒 酒店内部的丧尸 已经从烧毁的墙壁 纷纷爬了出来 这里是着火第一天的情形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我们再次查探 发现丧尸扩散的位置是越来越远了 一路非常艰难的开到了目标位置 发现火基本上就剩一丢丢在燃烧了 等到第三天的时候呢 我们的车呀都可以开入酒店了 这一侧的丧尸呢全部跑了出去 而且火呢竟然其一般的灭了 咱们倒是应该继续扩散酒店的其他出口 把丧尸呢全部放出来 然后再消灭 或者呢我们动用脑袋 做一种呢全自动的丧尸捕获器 来把丧尸呢全部统一 集中处理 那么这个呢就需要我们集思广域的来考虑 来想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看到看到这儿了 喜欢的小伙伴呢可以双击点赞支持一下 别忘了关注宇哥 看我的下期视频更精彩哦